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作品入围金英奖,有口皆碑,演技备受瞩目。 说起王一博,那可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,不,是一股热浪。 这部,他的作品《追风者》和《冰与火双双入围金英奖》,这可不是一般的热闹。 王一博,这位曾经被人们视为温和儒雅的金融圈子奶油的年轻艺人, 如今却在各个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,让广大为若来粉丝们在短时间内考古到久久不能自己。 从优雅绅士的影视形象,再到纪录片拍摄,红歌演唱等多样化才艺, 王一博的魅力像是一个从未被探索过的宝藏,让人不断产生惊喜与向往。 魏若来的粉丝们只是通过这位青年演员在《追风者》中出色的演技而被圈粉。 王一博的作品就是这么有质量保障,饰演的角色都会让人记忆犹新。 特别是今年的大热剧《追风者》,上半年的热门角色魏若来,果然处处备受关注,处处拿奖的节奏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的作品质量真的是杠杠的,每一部剧都像是他精心挑选的宝贝,让人看了还想再看。 而且,他的演技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,每一次出场都能让人眼前一亮,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跟节奏,很懂得抓住观众的心思。 说到《追风者》这部剧的题材,谍战剧兼金融剧,属于小众冷门道连冰箱都不愿意动它,但王一博硬是把他炒成了热门。 这部剧是王一博演技的《分水岭》的见证,眼活了魏若来不说,还让他大出圈,热度飙升,成为了上半年角色热度榜一的存在。 魏若来每次出场都自带BGM,金融乃厄,山茶花可谓是出圈的节奏,掳获了多少来来粉,想想都让人忍不住想跟着节奏摇摆。 而且,这部剧的口碑好到连官方都忍不住要给他点个赞,官媒更是积极宣传,江西瑞金被成功带火了不说,仿佛在说,看,这就是我们的骄傲。 全网无差评,这在电视剧界简直就是零差评的奇迹。 出圈的台词,成为了文旅宣传的背景词,剧中涉及的历史事件,成了教育圈的科普文案,更让历史课变得炙手可热。 接下来,让我们聊聊那部播出好久,却依然让人回味无穷的冰与火。 这部剧就像是老酒,越沉越香,王一博的演技也是越看越有味道。 他在剧中的表现,简直就像是在告诉我们,看,这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。 每一个眼神,每一个动作,都精准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超能力。 这部剧的质量,好到连时间都拿他没办法,播出这么久,依然让观众念念不忘,这简直就是电视剧界的长生不老药。 王一博的这两部作品,入围金英奖,值得大家支持哦,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,更是对他作品质量的肯定。 他不只是演员,更是品质的保证,每次出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 王一博将主要经历都放在电影上,所以2022年至2024年,只有《冰与火》和《追风者》播出。 前不久,王一博因未入选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,王阳凭借《追风者》入选登上热搜,当时我们就看到王一博粉丝强大的凝聚力。 让我们一起享受被郑主代飞的快乐,一起感受王一博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感动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